食品的问题爆发之后 我们来看卫福顾被K这个处理的过程 老是慢半拍 甚至有人说是不是部长邱文达要下台 我有进步来看卫福顾的部长邱文达 2011年他上任到现在是两年半 那么这过程里面出现四次大型的食安问题 立委就爆料了 因为邱文达和马总统交情好 所以他的位子是不是稳如泰山呢 那另外也爆出有时要数的离职官员 在复卫箱里面是当顾问 前卫生署的副署长张宏仁 也在离职三年内在两家生计公司担任要职 那么涉嫌违反旋转门的条款 虽然获判无罪 但是种种迹象让外界质疑 卫福部的官员是老早就为自己留好后路 对此食药署在今天做错诚清 就怕这个决心再一次沦为口号 因为邱文达2011年2月上任以来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真的很抱歉 上任三个月就说抱歉 当时速化季风暴闹得沸沸扬扬 今年5月又发生毒淀粉 8月胖达人香精面包 还有现在的混冲油事件 但是邱文达官位始终无法动摇 邱文达担任万芳医院院长 那在这个万芳医院院长的任内的时候 由于马妈妈常常去万芳医院就医 那导致事实上邱文达院长 对于马妈妈的医疗照顾 可以说是无回不适 而且深得马妈妈的喜爱 这是2010年复卫箱周年酒会的画面 其中白头发蓝外套这一位 是前卫生署食品卫生处 查验科长张寿昌 被爆料也在复卫箱担任顾问 那是一种最直接的门神 你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完全知道政府的运作 你甚至有一些过去老同事之间的 这些情谊 那我们怎么能期待公权力 能够给予到这些 他本来应该监督的对象呢 那个法规定是三年之内 是不可以在相关的机关任职 那他已经退休将近十年了 所以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止官员顾问互通 立委还爆料 卫福部和副卫箱 委托同一家公关公司 这很清楚 其实他们的关系一定非常的好 而且也可以透过公关公司 去做一些当中的沟通 滚冲油事件越滚越大 就怕还有更多官商勾结的未爆弹 东森财经新闻丁下 黄复箱太不到 下一步 以上